平时跟妈妈的相处是什么样的 我是因为不是总和妈妈见面 然后妈妈每天会给我发 好多微信的那种语音 然后会发很多秒 四五十秒可能发好多 我等工作结束之后 我就马上就听 听完之后其实我妈妈就是想我了 然后问我在干嘛 我妈特别的爱撒娇 就假如有时候又忘记回她微信了 一般人就可能就会生气 说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 我妈就会自己很悲伤 她就说 儿子都不爱我了 其实我觉得平时跟妈妈的一个相处 是很特别的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能想到 跟爸爸的相处方式 就是还会是会觉得有点严厉 但是跟妈妈都永远觉得 反正不管有什么事我有我妈呢